今年的新鲜蚕豆已经上市了 买了一点,分享一个非常美味的做法 这种鲜蚕豆的季节非常的短 喜欢吃的朋友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将蚕豆去皮,然后将歪壳给剥掉 一大筐就剥这么一点,然后放清水里面给它抓洗干净 控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点肉末,加一点食盐,加一点胡椒粉 加一点点生抽,再来一点尿酒 加一点点老臭上色,加一点鸡精提鲜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淀粉,我用的红薯淀粉 搅拌均匀,给它搅散 再准备一个小碗,打入鸡蛋两个 用筷子给它搅散备用 准备半碗的清水,加入一勺的淀粉,给它化开 锅里热油,下入一点姜丝 再下入蚕豆,给它翻炒一下 炒过的蚕豆可以去掉一点它的豆腥味 然后更加的粉嫩 再加入一点清水,盖上盖子,给它煮开 锅里水开之后,下入肉末 用筷子,将它搅散 浮沫太多的话,给它撇一下 水开之后,再煮两分钟,往里面调入一点食盐 再将淀粉水加进去 用铲子搅拌一下 锅里水再烧开之后,下入鸡蛋 关火,立马用铲子给它推动一下 这样可以推出漂亮的鸡蛋花 这样一道非常鲜嫩又美味的蚕豆肉末汤就做好了 真的是只有这个季节才能享用到的美味 蚕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因此非常的有营养 然后它还能够帮助健脾,养胃 喜欢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姨